8. 网络 各位早上好 感谢神的恩典 今天还有生命信息 聪明智慧 我无神的恩典来到这里 研究圣经的道理 如果你后面觉得热 可以把那个开 把它向下面扒下来 就可以开那个冷气了 我前几天在这里找东西 找这个screen 找不到 但是我找到几百本这个 我两千年前 就是两千年 不能两千年前 十二年前 我写的这本小书 记在圣经中 神唯一的救恩计划 他等一下就自己不动了 向下面 向下面拉下来就行了 我写的时候 我记得1980年 我出了一本书 后来二十年以后 出这本的时候 我心里面讲的目的 就是这本书传世界 没有任何一个神书家能够变 直到现在十二年以后 这句话还是实在的 没有人能够变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们整本圣经 如果完全会背 或者完全会解释 但是这个如果你搞错 就起全功尽会 我们信耶稣最主要就是 我们要得到救恩 如果这个救恩得不到 那其他都没有意思了 所以我就立志写这本书 有中文版 有英文版 我以为已经用完了 原来我找到还有一箱 有几百本在这里 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可以买一本 很多人说 圣经的 一切圣经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我敢告诉你 任何人 跟我这本小书所说的解释 不相同 他们的解释一定错 记得啊 我再讲一次 这些经文 这本书里面写的经文 全世界任何人 有不同的解释 他是一定错 好 今天呢 我今天有一些找来的 我跟他们一起 我跟他们讲了一句话 我出生的日子了 撒旦就要把我搞掉 上帝恩待我 他搞我不掉 所以我一直长大了 我一辈子立志要搞掉他 当然他搞我不掉 我也搞他不掉 我知道将来我死了 他还会存在 但是我尽我的力量 帮助一些人 在他们生命里面 把他搞掉 我情愿公然违背反抗撒旦 他英文只有一个字 我们中文就很麻烦 很多时候啊 我们中文一句话 他们英文要很多 但是这个字呢 我们中文要一句 他英文就是 他英文就是 D E F Y D E F Y D E F Y就行了 D E F Y 就是公然反抗违背的意思 我知道世界上的人啊 他们都公然违背反抗 天上的父 我我的神 但是呢 我是跟他们恰恰相反 我要公然反抗违背撒旦 我一生一直说 若是人不听神的话 为什么我要听他们的话 没有人能够回答我 OK 这句话呢 我问了几十年 没有人能够反对 如果人不听神的话 为什么我们要听他们的话 身为基督教会的一员呢 我们觉得很高兴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立志要叫 罗马书四章十七到十九节 里面的教训 实现在这个世界上 罗马书四章第四章 一二三四四 十七到十九节 教训 这个教训实现在这个世界上 基督教会这个经文说 基督教会不在不吃 我知道今天很多 美国这里的 纽约这里的中国人教会 韩国人教会 很多教会靠煮饭给人家吃 所以有时候有人来 他说我们来这里聚会 中午有没有饭吃 圣经里面讲很清楚 我们基督教会不在乎吃喝 乃在乎公义活平喜乐在圣灵中 我们最主要的是世界上 自己家庭里面自己过人生活 有公义活平喜乐在圣灵中 圣经写得很清楚 如果你有这几样 你跟随耶稣的时候 你行这些 是神所喜悦 神所愿赖 又为人所称许 我们知道人不一定称许 但是我们可以说好人称许 好像我昨天跟他们英文班 一起学习 以赴守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 他们说他们很喜欢听 我说我知道 这个世界上只有聪明人喜欢听 我是这样回答的 感谢神恩典 聪明的人 萌生恩典的人 喜欢听圣经的真理 所以我们勿要追求活目的事 彼此造就的事 是的 最好的情况是这样 我可以跟随耶稣 又不需要公然反抗 违背撒旦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但是呢 在我一辈子我发现 很少有这种情况 最好是我们什么都可以听 他们讲的都是应该听的话 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 耶稣说 那杀身体 不能杀魂的 不要怕它 那能杀身体以后 又把你的魂放在地狱里面 身体和魂毁灭在地狱里面 那个你要怕了 我们知道 根据我们研究 那能够杀身体 不能够杀魂 是魔鬼撒旦 能够把魂和身体 放在地狱元兽中谷 那是犹华上帝 我们所信的神 在这个经文 智慧里面 我有这样的选择 若是我必须选择反抗神 或者反抗撒旦 我就情愿反抗撒旦 因为反抗撒旦 我最多是身体给它杀掉了 若是反抗神 你连魂也要毁灭在地狱 我没有这么笨 我这里说愚蠢 因为你反抗神 你损失两样 你的肉体和你的魂下地狱 如果你反抗撒旦 它把你的肉体杀掉了 你的魂可以得到肌温 在现实世界 我们知道 这是根据我 70 60多年 可能我十几岁了 才知道人的情况是怎么样 比较准一点 免得我70年 你两岁就知道世界上市 那就麻烦了 OK 在现实世界 我知道 世人通常选择 情愿公然反抗神 因为世界上人 传道人 搞错 他们常常骗人 说神是慈爱的 神是怜悯的 神会饶恕你的 会包容你的 你怎么犯罪 神都爱你的 骗人了 OK 所以人就 情愿反抗神 怎么反抗神 神他也不害怕 他以为上帝还会救他的 但是我知道这是错的 上我记上第17章 我们看见 菲利斯人 神主在阴间 他们有地狱 将来世界末日才会进地狱 他们现在在阴间 将来受痛苦 他们的军队 他们的国家灭亡了 因为他们挑战神的军队 所以他自己 整个军队 整个国家毁灭了 而且他们混在阴间里面受痛苦 这是你们可以自己看 撒末尔记17章 现在世界人选择 公然违背神 也不要违背撒旦 开不动 没有电啊 试试开这个 开这个 试试开这个 看看动不动 慢手 然后你准备打下来 没有电啊 没有电啊 两个都拉下来 可能要push那个 有没有电啊 没有电啊 谢谢 没电啊 没有电啊 没有电啊 还没有 你干什么电啊 没有电啊 没有 现在刚刚开了 开了没有 开了没有 没有 这个频道 没有电啊 OK 等一下在口囊下面 那个 可能下面那个 那个 OK 现在世界上的人呢 他们将神的真实 变成虚化 去敬拜 事奉 受造诸 不敬拜 造万物的主 OK 这是 罗马书 一章二十五节 两千人 几千人 人变成这样了 神就任凭他们 充满了各样不义 那这里好多列出来了 如果你一样一样要搞呢 就麻烦了 就很多要搞了 邪恶 贪婪 但恶毒 满心事 直肚 凶杀 真净 诡诈 毒恨 又是财尾的 背后缩人的 悦恨神的 五慢人的 狂傲的 自夸的 内造我士的 违背父母的 无知的 背诱的 无亲情的 不怜悯人的 这是英文的 他们虽然知道 神判定行这样的事 是当死的 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 而喜欢别人去行 所以这个世界 充满了这些邪恶 为什么充满了这些邪恶呢 有神他们不败 他们自己要搞一个 好像现在世界上 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做 我们知道 为什么人 会变成这样 现在我知道 以前我不知道 现在我 我以为我一定知道 为什么 他们每一个星期天 上礼拜堂 从来不问 他们礼拜堂外面写着那个名字 教会的名字 从来不问 这个名字 有没有写在圣经里面 这个名字 照着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这个名字是随起的 是不是神起的 他们一辈子 两千年 一千五百年 两千年前还没有啊 因为到了一五百年以后 六零六年 公元六零六年 世界上才有另外一个教会 一千五百年前 全世界只有一个教会 就是基督的教会 一千六百年以后 就是六百年以后 公元六百年以后 才开始有另外一个教会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们教堂外面 写着另外一个名字 不是基督教会的名字 从那个时候开始 直到现在 现在就没有人问 这名字照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他们敬礼拜堂坐下来 顺着次序实行一项像敬拜神的仪式 从来没有人问 从来没有人问 这项仪式是依照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从来没有人问 这项仪式是照着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他们信耶稣 怎样能够不知道 马可福音七章第七节 里面的教训 主耶稣说 他们将人的教训 当着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宛然 他们一千六百年 他们的敬拜完全没有用 就是说没有用 浪费工夫 耶稣说的 他们将人的教训 所以你走进礼拜堂以前 你要看那个教会名字 圣经有没有记载 如果圣经没有记载 那是人的教训 再讲一次 如果你那个教堂上面写着那个名字 圣经没有记载 全世界听清楚 有本事来问我 教堂外面写着那个名字 圣经有没有记载 写在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如果圣经找不到 那就是人的教训 明白吗 全世界如果你不明白 你不需要信耶稣 因为头脑有问题 一定是痴呆的 这个名字圣经有没有记载 如果圣经没有记载 那是人的教训 将人的教训 当做道理教导人 去教人 拉人到那个教会去 教导人 敬拜神是枉然的 他们日常生活 就是这样的公然反对 还有他们进教堂坐下来 一项项的仪式 叫做宗教仪式 从来没有人问 为什么从来没有人问 这个仪式 是圣经哪一章哪一节说的 那个牧师穿那个袍 戴那个帽子 是按照哪一章哪一节 我导师有些经文说 不可以这样 OK 公然 将人的教训 当做道理教导人 从来没有人问 到了教堂门口 他不问 这个名字哪一章哪一节 进去坐下来敬拜神 每一项仪式 没有人问 每一项仪式照哪一章哪一节 他们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公然反抗 违背神的旨意 主要是说 你们不可称地上的人为父 因为你们只有一位父 就是在天上的父 清楚啊 耶稣讲的马太二十三章第九节 马太二十三章第九节 耶稣讲得很清楚 不可称地上的人为父 因为你们只有一位父 就是在天上的父 有人要跟我这样辩 千万不要跟我这样辩 我会很不客气的 那你去回家 不知道你怎么称呼 你回家怎么称呼 那个跟你妈妈一起睡觉 那个男人叫什么 千万不要跟我这样辩 你跟我这样辩 你一定糟糕的 我会很不客气的 因为他说天上的父 就是你去教会 叫那个不是跟你妈妈睡觉生你的 那个男人叫做父 那种的父 明白吗 这个也要我解释 那你信耶稣太幼稚了 所以不要跟我讲 给我辩证 我会讲的非常不好听的 是你去教会里面 称那位不是跟你妈妈生你的 那个男人称他为父 那个父的意思 记得啊 讲清楚了 现在开始你录像起来非常好 耶稣讲的不可这样称地上人 男人啊 他英文有man man man not any man father you have only one father who is in heaven 看起来讲得很清楚 你知道 现今世界有很多 皇帝 总统 庶民 称意大利兰 罗马 那位老人家 我讲得很客气了 明白啊 那位老人家 很尊敬哦 称他为父 哇 如果他要跟他们妈妈睡觉 那他一天睡到晚都睡不完 如果他要跟我辩的话 所以 这个很难搞 要跟我辩就很难搞 OK 所以千万不要跟我辩 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 皇帝 总统 庶民 意大利罗马 反帝干 里面那个老人家 称他为父 公然 反抗 违背 上帝的主义 清楚没有啊 清楚吗 公然 反抗 违背 上帝的主义 英文 英文只有一个很简单 四个 拼出来 D E F Y D F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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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Os 祝福 羊 却不尊�� 我的话 而心得 这些东西 福生 六个 九个 九 称耶稣为主啊 主啊 所以我从小就知道了 那些无知的人 跪在那里主啊主啊 我常常说他没有主手啊 那个也是主 明白啊 他们的主犯的主 那他这里的主人是主人的主 我们广东话普通话也可以的 也是一样 他们常常是主啊主啊 是主犯的主 那主来主去都主不熟 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主耶稣的主 主人的主 明白吗 你明白吗 如果耶稣是你的主人的主 你就要听到的话 那耶稣才是主 明白啊 如果你一面真正的 跪在那里主啊主啊 你不听的话 你是煮饭的主 明白吗 或者是煮菜的主 不是 不是主人的主 OK 全世界人就这样诋毁 反抗违背上帝的旨意 两天天来 从犹太人开始 我直接了当讲出来的 这是圣经记载的 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 世人就这样公然反抗违背神 信耶稣的人 怎能不知道 耶稣福音八章三西到四四节 耶稣指出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 他们信耶稣 但是他们不听耶稣的话 所以耶稣指出他们说 你们是撒旦的儿女 他们对耶稣说 我们只有一位父 这是天上的父 耶稣说什么 如果天上的父是你们父 你们就爱我 你们就听我的话 而尊我的话而行 因为你们不听我的话 你们不尊我的话而行 我的话不是我的话 是天父告诉我 告诉你的话 你今天不听 就是因为你不是我父的神 我父的儿女 你是撒旦的儿女 你自己去读啊 传世界自己去读 这个不要解释 你读就行了 所以感谢神人点 我现在知道 经文写在什么地方 主义师说 结婚是神将一个男人 我一个女人 二人结合成为一体 耶稣讲的 你看马太婚姻十九章 第三到第四节 马太十九章 第三到第四节 结婚婚姻 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二人结合成为一体 你是否知道 现在世界上 多少国家元首 人民投票选出来 当总统的人 公然宣布 同性结婚合法 公然反抗 违背 上耶稣的旨意 耶稣讲什么 婚姻是 一男一女 结合成为一体 他们说 我是最强 最大的国家总统 我宣布 我宣布 耶稣的话 作废 同性结婚合法 明白意思吗 感谢十两点 我敢公然反抗 魔鬼撒旦 国家领袖 人民联合起来 公然反抗 违背神 OK 联合起来 他们选出来 OK 你是否知道 这个英文字 Fordication Fordication 什么意思呢 没有结婚的性行为 你知道法国人 刚刚投票 选出来做总统的人 她的女 跟她住在一起 那个不是她的妻子 叫做女伴 现在她们的世界里面 完全糊里糊涂 公然违背反抗 以一个 国家的元首 公然以行为反抗 违背上帝 圣经很多地方说 犯着这个人 要下地狱 其中一次 就是 启示录 二十一章第八节 启示录 二十一章第八节 纽约州长 是女伴 不结婚的妻 还有几个儿女 纽约州 我们纽约州长 也是这样 他的女伴 不是妻子 没有结婚的 人就是这样的 公然反抗 违背神 违背神 以行为表现 违背反抗神 所以我不再奇怪 为什么人去教堂 从来不会问 这个教委名字 写在圣经哪一章 哪一节 是神起的 还是人起的 没有人会问 现在你也知道 为什么一千年来 每主日敬拜神 遵守了每一项 从来没有人会问 这些圣经 这是圣经哪一章 哪一节说的 没有人会问 我常常祷告 有一天 人开始问 就是基督教要兴旺的时候 但是 我等了几十年 还没有人会问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 普遍 人民 总统 皇帝 联合起来 公然 违背 反抗神 所以神 就教他 教这些人 因为他们 公然反抗 违背神的话 神使他们变成 这是我上个礼拜 讲的 那里的 就是 真言书 七章二十二节 神就使他们 变成好像牛一样 走向宰撒之地 好像路一样 记住将自己的景象 伸到圣圈里面去 然后给人吊死 神使他们成为这样 好像牛 很有力气 很雄壮 但是呢 很笨 笨到呢 自动慢慢走到宰撒之地 不知道逃出来 也不知道反抗 乖乖地走去 给人家杀 好像路 记住 跳在那个圣圈里面去 给人吊死 现在世界上的人 变成这样 因为他们 公然 反抗 违背神的话 为什么 我能够常常问这些问题 没有人问 我曾经要问 为什么 感谢神人一点 我有以身具来的过性 若是我必须公然反抗违背 我情愿 选择公然反抗违背撒旦 所以今天 我把圣圈的真理 拿出来 跟全世界的人 一起来分享 这是圣圈的真理 认神赐福保守各位 今天 一下子讲完了 感谢神恩典 昨天之内要记得 不要怕 我感谢神恩典 我已经传道 传了五十多年了 1906年开始 1906年开始 学习传道 直到今天 还是好好的 感谢神恩典 在美国旅游这里 我们有言论自由 他们可以 不照圣经信耶稣 我们可以照圣经信耶稣 他们可以每个礼拜天 讲空话 现在有时候 我听见 那个Family Radio 从Oakland California出来的 他们的台讲 最主要的讲人 去年连错三次 他说四年末日 五月十二号又到 然后十月十二号又到 然后十二月十二号又到 都没有到 连三次空话 但是呢 现在这样了 所以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 人心已经麻木到这个地步 情愿听人家讲空话 empty words 但是神呢 告诉我们 不要给人的empty words 空话 骗 事业上的人呢 就喜欢 给人家骗 但是这是圣经真理 你们真是有负气 任神赐福保守你们 记得要好好的 自己读圣经 研究圣经的真理 今天我们就 早一点呢 就 见语分子 好